12月10日,菲律宾一艘运步船、一艘公务船和两艘海警船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 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摊的军舰运送建筑物资 其间,飞方船只不顾中国海警船警告,执意冲闯仁爱礁泄湖 并以危险方式冲撞现场的中国海警船 飞方上述举动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危害中方船只和人员安全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飞方船只采取必要措施 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 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飞方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 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确立的,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主张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近期仁爱礁海域多次发生紧急事态,责任完全在非法 根源在于非方违背承诺,拒不拖走非法坐摊的军舰 并企图对其实施大规模加固,实现永久侵占 中方坚决反对非方侵占仁爱礁的图谋 已经通过多个层次,多个渠道向非方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我们要求非方不得向非法坐摊的军舰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 并提出妥善管控仁爱礁局势的倡议 但是,非方无视中方的善意、诚意和克制 违背自身承诺,不断在仁爱礁海域侵权挑衅 制造事端,持续散布虚假信息,渲染炒作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再次敦促非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 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攻击抹黑 不要采取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中方将继续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 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应对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